好 第一階段我們動畫 基本大動作做完後 我們可以開始加入小的物件的一些關鍵格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毛髮 的key 也把它打開 不然我們就可以先暫時把我們的 一些 stress 縫關起來這樣比較方便我們去選取 好 這裡 像針對這一個我沒有要針對整個的 目前先不針對整個整組的動畫去設置 所以我這邊按H先駭起來 甚至他毛髮的拉扯我也先不做 我先做毛髮的旋轉就好 我們先在關鍵格的地方 在key 按I 我們剛才都是在這邊設key 直接設key 我這裡直接 我們這裡這個我們只要做rotation 我們這裡按I 設key 我只要設定rotation key 我們這裡我們要先把頭尾定起來 好 我們再來 毛髮我們開始從我們的關鍵格來看 我希望我一開始的毛髮的樣子 我希望他不要一開始就呆在硬硬的 所以我 加點rotation 我這裡把它改成local模式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改成 把rotation折開 我們也可以這樣比較方便我們調整 旋轉 調成我們要的 角度 做一些 造型的變化 這裡 做一些 從我們的剪影來看 我們希望我們的 樣子 這樣子長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動畫我們在判讀的時候 其實剪影會常 會是我們很常注意到的部分 所以會從剪影下手 好 我們第一個動畫做好後 我們可以直接把我們的key 複製到最後一格 畢竟我們要做loop的動畫 我們落下 落下 中間這裡 在落下之前 這裡的key我先複製一個 去第一道前面 這裡 這一格 的key 我會把它調整成 旋轉 我們把它走向到往上 因為畢竟它是落下 落下它有 隨著地心引力 所以它的動態其實會像 會像風一樣 吹頭髮都往上吹 只有這把拉子 甚至有點往內縮 這樣它就這樣落下的時候 我們從側面看 因為縮 縮起來 因為順著風 縮起來 擠壓 這裡擠壓 彈起來 就在撐開 我們在這裡 在 碰到地板的時候 我們也許它因為慣性 到這裡慣性下來 我們頭髮又 繼續往下塌 就塌下來 這裡塌下來的話 我角度就不要跟之前一樣 剛好是往另外一個方向 增加它一些的 變化的感覺 然後轉 轉 側邊 然後因為往下塌 所以我們就先轉 往前後 稍微塌一點 正面 再觀察 我們盡量不要讓我們兩邊 前後都完全對 變成對稱的樣子 看一下 右邊 右倒 往左倒 這裡現在目前我們都只動這個旋轉 所以頭髮看起來 直直的 這個我們之後 我們在調頂端的stretch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來做修正 播放一下 那這裡我們中間不用做太多 因為這裡其實主要是塌下來 是尖端的頭髮去往下塌 好 然後我們往上 往上的話其實理論上說 我們往上的話衝的速度 其實頭髮會完全跟 因為風完全塌平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是 loop的動畫 我們這裡 蹲下 往上 我們這裡就先不動 因為我們還要再回 loop嘛 所以那這裡的延遲 可能是到後面這裡 才會恢復 那最後一根頭髮 我應該往後面轉 不然它一直都在卡在右邊 這根頭髮我們把它轉過來 轉過來 來 有一些 像這樣的話我們動態至少 但是順暢 說 擠壓 再好 攬起這裡 我們這裡可以 把我們這邊的key 稍微做一點 延遲 來我們複製一個 這裡 這裡複製後 我們再稍微 把它加強一點 讓它 動作更 延遲一些 好像 這樣一點 調一點的話 其實就會覺得好像是 因为力量的延迟造成他头发还在继续往下 这里就会落下的时候 就觉得起来好像是还在实践 他还没到有点延迟 往上再打开 我们从侧边 这里侧边我们往上的中间格 我们可以把 踏下我们可以在我们中间格的地方往上冲了这一格 我们一样把 头发 往前往后再转开再加强一点 让他会有点像就像我们 这里第16格我们往下拉的时候 因为速度感头发的影响 这里再加强一点 这是我们头发 的动态的初步的调整 再来我们就是要调我们的法肩 我们可以按Alt H 帮我们其他头发弄回来 这骨头先控制器先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Key 我们反过来把它嗨起来 这几个Key 我们一样在关键格的地方 我们先setKey i set 这一个 因为我们是做stretch的骨头 所以这几根骨头 的控制其实都是position为主 但也有rotation 这里就把它其他的 Key都锁起来 rotation先留着 我们会 我们没有要目前没有要做skill 好这里我们在关键格的地方 按i 我们要set location跟rotation的Key 我们去第一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先不用 到关键格 关键格 关键格都先锁起来 好 我们在第一格的时候 我们没有要调整吗 我们用大的动作来调整就好 这里我们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加一点旋转好了 增加一些他 coco 的曲线 我们加一点动态加 让他增加一点 G rotate 一点点的曲度 rotate G 因为我们用bendy 有调过bendybone 所以 我们这里的调整 其实就会有一些曲度 可以增加一些 一点点曲线 但如果我们骨头绑三根 这根其实当然我们更 硬 也可以做出不同的 毛髮的感觉像我们这里好 我们shiverd 加我们这关键格 复制给最后面 好我们在 落下的时候 然后 速度感 这里接触前 这里最强的地方 我们一样 我们刚刚之前做过了 挤压嘛 我们这里 我们再把 加上 也是一样加上stretch z 我们这里用 用 global 他才有办法 gz 往上 好这里往上拉 这里就会 拉扯了 所以 这里就可以再调整一些位移 那这里正面的话我会再做一点调整 我们不要让他头发这么的正 要不然会完全的对称 其实 不太 合理的 好 播放 我们再来 一样我们在进 挤压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一样给他 增加旋转 加 g g 这里 g 影响他的位置 好 好 我们现在 增加一点旋转后 我们再来继续 爬 这里像 好 你看24格这里 从正面 从这里 摄影机视角看起来 还曲线还OK 可是从正面看 其实他就是都很直嘛 所以我们这里 增加一点rotation 增加一些他的曲线 动画永远存在的曲线 我们就是 让他的动作比较活 姿势比较漂亮一点 不然 所有角度都会看起来平平的 好 我们在往上的时候 我们这里往上拉 第一次往上拉的时候 我们这里 rotation 让他 角度 让他法尖的地方 有点像朝下的感觉 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 就会像是 把头发 被 推动 想要 想要滞留 的感觉 rotate 这样 侧边的比较明显 好 我们按播放 好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preview把 我们的动画 记录下来 那一样我们到我们的影片 记得 改名字 名三 Here 好 我们这样初步的动画 这就完成这个阶段